欢迎刘老师参与由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赞助的北京京剧名家名师艺术传承项目 那首先呢想问问您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让您从事的京剧艺术呢 说来话长因为我从小主要是受到家庭的熏陶 我的祖父他就特别喜欢唱京剧也可以算是票友吧 现在的就是那种业余爱好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姑姑都喜欢唱京剧 所以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 后来我就入了那就是1947年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年 入了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四维儿童戏剧学校 在那个学校里学了三年 这个学校也可以说是虽然是戏剧学校但是它还是有一点像那个老戏班子的那个影响 学学戏比较多但是也学一点文化区别就这一点 但是有打呀骂呀发跪呀这还是有的 也有打骂发跪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孩子要是累了尿床了那么就把那个尿床的被子顶在头上在太阳底下就要晒一晒要发跪 这都是经常的事情 虽然那个学校是国民党208师的 但是他一直是在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关心下 特别是地下党 具体的说就是田汉先生 还有马彦祥先生 他们都关心这个学校 所以我们那个四维儿剧校当时所演的一些戏都是田汉先生的戏 比如说江汉一哥呀 葛伦娘啊 像六国风相 还有岳飞呀什么 就就几乎都是田汉先生的一些剧目 还有他写的原来叫金箔记 后来叫白蛇传 白蛇传 演的都是这一些戏 我们这个四维儿剧校的校歌 还是田汉先生给作词 亲自作词的 作词作词 所以四维儿剧校虽然是三年 但是我觉得就是给我在这个基本功啊基础方面打了一个基础 我最主要的我感觉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就非常有幸 我是个幸运儿 当时咱们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北京的时候 我们就在义和园的西园的一个兵营 当时国民党想给我们带到台湾 在那个东单有一个临时的机场 但是那个机场呢 就是一些官员的家属啊 他们撤离走就没有飞机了 所以就没没走成 没走成 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我后来才得到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这种机遇 和这个我一生难忘的事情 那您留在这边就随后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吗 对 我们是当时是和平解放北平 我们就和负责义大家一起就是那个起义 所以我参加革命比较早 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的革命 所以我有幸参加了咱们新中国的国庆大典 而亲自听到了毛主席 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还参加了那个游行大军 因为当时没有文艺大军 我们都是一些学生啊 所以就把我们列入到学生的那个行列里 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们激动的就不走 就一直在招手 喊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因为特别的幸福 原来在四维俱校的时候 基本上就拿我们当一个小戏子 就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样一个小戏子 真正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成立了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所 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 这个第一所的最高戏曲学府 我就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这个学校叫北平实验戏曲学校 所以参加游行的时候特别的兴奋 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们就不走 就停在那儿 结果那个导演的指挥就说不要停留 喜悦幸福快乐 后来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女生就走翻身 也打飞脚 一块一直走到那个宿舍 就是北池子我们的宿舍 所以那一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 就是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一个主人了 一个新文艺工作者了 而且是一个戏曲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有文化 有素养的一个新的文艺工作者 所以特别高兴 当时学校都有哪些老师 您能介绍一下 这点我也感觉是非常的感谢党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这第一所学校 我们党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北平以后就去拜见在北京的一些专家 第一个去的就是后来我们的校长王瑶青先生 也是我们弹卷 就是四大名弹的老师 四小名弹 就是我们弹行所有有成就的演员 都是这位大家的学生 所以我党就到这个老先生家去看望他 当时王瑶青先生生活很困难 都是靠他的学生徒弟阶级 另外他自己卖一些字画 还有他原来在宫廷里头给那个西太后演唱的时候 送的一些个珠宝玉器 就变卖这个来维持生活 确实是很紧迫的 后来咱们党看到这情况以后 第二天就给老人家送去一千斤小米 当时咱们党就不是用钱来那个什么 就是用小米来兑现的 就送去一千斤小米 所以老人家特别感动 所以真正到学校去任教的 去教学生的 应该说是王瑶青先生 老人家第一个到学校来 提出来给我们教戏 这也是出自他对党的一种感激 感激之情 所以他主动地提出来 我记得他和我们学校第一次接触 就是在大石烂的大众剧场 鲜鱼口那有个大众剧场 来看我们的演出 那天我们演出的是红娘子 红娘子 这个剧本是阳安的一个剧本 带到北平来的 我们当时就赶排了这个戏 是由我的师姐 谢瑞青演红娘子 由我的老伴 张春啸演李信 我就演一个小丫鬟 就是一句台词 我记得演出的时候 我就团着一个茶盘 上来以后 送到那个李公子旁边 李公子请用茶 把茶盘一倒 我那等着 红娘子让我下 我拿着茶盘就下了 当时就是 王妖青先生就向我们的教导主任 史若旭先生就问 这个孩子挺精 挺有灵气 他叫什么呀 说叫刘秀荣 哦 刘秀荣 因为我在四维俱校的时候 叫刘维曼 因为四维俱校的中间都是一个曼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就又恢复我原来 我祖父亲的名字叫刘秀荣 所以他当时对刘秀荣 这三个字印象挺深的 第二天老人家就到我们学校来了 北池子 我们那时候建了一个工厂 就是做正章的一个工厂 作为我们学校的展示 在那儿学习 那个练工 就是那么一个场地 很小的 老先生来的时候 就是说要给排一出戏 要交一出戏 第一出戏交的叫是 珍珠烈火旗 这个主演就是双羊公主 就决定由三个师姐派他们去学 我当时没派我去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课堂 也没有餐厅 也没有排练厅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大房子 就像也就这么 二十多米左右一个大房子 所以晚上是男同学 铺上被子 就是宿舍 早上起来 卷起来 就是练工厅 吃饭也在那儿 我们实习就搭一块天幕 我就在那儿实习 就等于是一个综合厅吧 东东能厅 对 就是没有地方 所以就我呢 就在当院 院子蹲在那儿吃 正在吃炸酱面 炸酱面 吃炸酱面 蹲在那儿吃炸酱面 对 也没有位子 也没有餐厅 后来先生从我们那个工厂的那个大屋子出来 一眼就看见我了 说 这个孩子就是昨天的那个小丫鬟吧 就问石博须教务长 后来石校长说 是的 快起来 给老师鞠躬 我就给老师鞠了一躬 老师好 这个王耀兴先生王老就上下 看了看我 这孩子挺精 俩眼睛有神 明儿学系 你也去吧 当时您不知道 他是大名鼎鼎的 根本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是一个老先生 我就给老先生 我说 谢谢老师 记了一个身工 老师就走了 我赶快就跑回家 因为我父亲也是演唱戏的 唱老蛋 他也在四位聚校教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在中国系校任教 教老蛋 所以回去我就跟着我爸爸 今天看一个老先生 叫王耀青 说让我也去他们家学系 我就随便的一说 我爸爸当时特别的激动 孩子 你可要走运了 你知道王耀青是谁吗 孩子就拍着我的头 我说我不知道啊 是四大名单 没上成询的老师 孩子你要走运了 哎呦 当时记得我这切跳起来了 我说明天要学系 我这都没有衣服 当时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 我们也没有衣服 就一人发了一套猎宁装 双排扣 这个有一个白领子 还不是衬衣 就是一个假领子 缝上了 我说那怎么办 说这假领子都黑了 快脱下来洗洗吧 我妈就替我洗 拿运的我就运 后来我说你看我这头发 你总得归着归着啊 怎么办 后来我爸爸说肯定五分钱 快到那杂货部去买一根 那个红头绳 明天给梳个小辫 早上我就早到的起来了 梳一个小歪辫 这红头绳 那根给那个红头绳弄得很长 系了一个护铁结 就觉得自己很漂亮 那个白衬衣翻领的 那假领子也很白 就跟着师姐就走了 老师住在朱氏口 朱氏口 大马神庙 大马神庙 当时我就觉得 我回忆我那天到老师家的时候 我自己就觉得我架了云一样 要走入一个艺术宫殿 像去取宝一样的那种神奇 所以进了那个门以后 我都不知道自己东西南北了 就特别的激动 我一看到老师的那个大房子 它是一鸣两岸 大房子那个门脊上挂了一张十三枚 是拉着弓的照着像的那个十三枚 就搁在那个门的那个 那个门口 门抬口的上方 哎呀我就感觉太漂亮了 就感觉是一个神仙一样的 威武一个十三枚的剧照 所以一个大的柜子里面全是剧本 所以印象特别深 我有感觉 哎呦这就是艺术家的家里的氛围 是这样子的 后来一开始学习就更激动了 老师教戏 他非常有方法 他先把这个教的这一段唱腔的台词 要念给我们听 先念词 先念词 就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台词的内容 完了以后 老人家唱 他唱两遍 慢慢的唱两遍 完了唱到第三遍的时候就说 你们要注意 我这第三遍唱完了以后 你们每个人要唱了啊 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紧张 听他第三遍的时候 就用心的听 唱完了第三遍 就让每个学生一个人唱一遍 所以前面我的三个师姐都唱了 唱的时候我就用心的听 我就用心看 因为老师教戏啊 有一块小木头 就就就比跟这碗这么长 但是它是红木的 长的 他用这个就这样拍板 拍板 作为 打节奏 打节奏 所以我就 在三个师姐唱的时候 我就紧盯着老师的这个小木头 后来最后 三个姐姐唱完了以后说 最后了 你也唱一遍吧 就是我也唱一遍 我说哎 我就看着老师的那个小木头 随着老师的那个木头 我就唱了 中间就是 十巧几国比赛 趁好奇满胸怀 这中间 最后 随随随的 随随风的龙儿 先这样才 最后 随随的微风 先这样才 唱完了 老师就愣在那了 大概有好几秒没原因 待会就说 哎 奇怪 你们三个人不对的地方 我给你们纠正了 他都记住了 他都唱对了 这个孩子真鬼 真惊 鬼 鬼妞 这孩子是鬼妞 所以从那天起 先生赐了我这么一个美名 就叫我鬼妞 不叫我刘萧荣了 那后来您就跟着王老师 继续学戏了 对 真的我非常幸运 后来就在老人家身边 学了四年 学了将近六七十出戏 六七十出 六七十出 后来老人家就觉得 秀蓉这孩子有嗓子 机灵 聪明 一学就会 就是单独给我开小灶 后来那个三个师姐就不去了 就是我一个人去 我最印象深的是 是建国以后的第一年 五零年 咱们党颁布第一部婚姻法 但是老人家 他特别能够跟行事 他就说 跟校理领导说 咱们共产党颁布第一部婚姻法 我要配合这个婚姻法的颁布 排一部孔雀东南飞 因为孔雀东南飞这个戏 他的主题思想是反对那种 包办婚姻 虐待儿媳 买卖婚姻 就是这个内容的 正好跟这个当时的婚姻法 颁布特别的吻合 所以就排了这样一个戏 所以我觉得我的老恩师 他特别的与时俱进 能够配合党的形式 配合社会的这种发展 他要拍一些 符合这样内容的一些戏 后来学了很多很多的戏 最有印象的印象 让我忘不掉的就是 1951年 周恩来总理就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应该举办一个 全国性的第一届 全国戏曲 过目演出大会 这个呢 就是全国的各个剧种都参加 其中有像广东乐剧的 红线女 长相遇 陈伯华 汉剧的 还有这个乐剧的 范月娟 傅全香 全香老师 还有王文娟 王文娟 等等吧 这些个老艺术家 各个剧种的领军人物 都参加这个会演 我们京剧间段就更多了 梅上成寻 马潭 于阳 球 球先生 就各个的 各个剧种的这些个 大家 都参加这次会演 文化部就特别的决定 说我们党自己 培养的一个学生 我们自己建立的 唯一的一所最高戏曲学府 后来就叫中国戏曲学校了 也要参加这个 观伴演出大会 而且唯一一个 以学上的身份 来参加这次大会 来展示我们党 自己培养的学生 所以我感觉 我特别的荣幸 当时 这个我的老恩师 王瑶青先生 就举荐我 因为 没演白蛇传之前 叫金箔记 金箔记 金箔记的白蛇 不是我演的 所以为了参加这会演 所以老人家就到戏校 说我举荐 鬼妞 来演白蛇 说这孩子 她行 她嗓子也好 基本功各方面 就是她 聪明 鬼妞 说我保取她 结果学校就同意了老先生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向我传达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在照灯一录的我们的会议时 当时史沃旭校长把我叫去 后来我的恩师王瑶青先生 鬼妞啊 我向学校保举你 演这白蛇 你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演好 你别让我丢脸 当时就是这个原话 后来史沃旭校长说 要好好练 好好地努力 我就深深地给他们二位聚了一躬 你当时是不是也感到很大的压力 我没感到压力 我就感到兴奋 出了那会议室啊 可能有六七节的台阶 我从第一节就蹦到进下面去了 一下就蹦下去了 一下就蹦下去 我就感觉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把这么重的一个戏 我那个时候才十六岁啊 才十六岁 十六岁 就给我 我真的特别的意外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努力 每天我就早上起来练丝工 我记得拍白蛇传的时候 是我在艺术上提高最快 也是我一天的排练 等于我在课堂上一年的课程 就那么就像填鸭一样的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提高 所以那一段的生活是我最幸福 也是我最那个辛苦 也是我最感觉开心的时候 刚刚一排练 进入排练的时候是有困难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第一场 白娘子的第一个出场 我三天就没出来 老师不满意 我的导演导师是我们京剧界最高的导演大师 李子贵先生 因为李子贵先生 他是那种子弹林体系的这个学习以后的一个非常有水平的有文化 有理论的导演 是个大家 所以他就希望我们排出来的戏不要就是那个传统戏的那种艺术的堆砌 要演人物 要演人物的内心 要从内心出发 所以刚刚一开始排练就让我们做小品 就不给你做动作 你到西湖了 你怎么做 你看见宝树塔了 看见六桥了 你看见那个什么 那个三弹音乐了 你的感觉 后来我说 就在那排练厅没有实际的东西感觉不到 他又带我们到北海去体验生活 所以白蛇传是这样出来的 是做小品 从生活与生活为依据 这样排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出场 他就老不满意 他老感觉我的感觉不对 后来我就不停的出汗 后来老恩师就启发了我 说鬼妞你想想 白素贞从峨眉山走到人间 他是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自由的婚姻 到了西湖 他兴奋不兴奋 应该高兴吧 所以就应该是飘飘然然的 像夏云一样的走下来 非常的美丽 轻盈 而且这种内心要美 这一下 这几句话让我开窍了 我原来走的是轻衣脚步 轻衣脚步虽然很端庄 但是它不美 它不是那种轻盈剔透的那种感觉 我一下就明白了 后来我就不走轻衣脚步了 原来走轻衣的花旦的导演 老恩师都不满意 后来他就说你要走孔雀步 孔雀开屏以后 你说它多美 特别的漂亮 脚底下非常的轻 它都是插着走的 不是这么直汤 直汤出来是不漂亮的 如果你一插着走 你的腰自然就微微的动了 腰一动了 肩也动了 头也微微的动了 就那种美是自然的美 所以一下我就找到感觉了 后来老恩师说 还不够 你要把这个水袖 抖在后台没出场 就要抖起来 抖起来不要放下 抖起来就出台 出来以后随着这个水袖下来 撩起水袖 把这水袖割到眉毛旁边 也不要太近 也不要太远 太远武器 割到眉毛的排 旁边 这手捂在这 抬亮一个线 后来我就这么做了 这个水袖这么一飘飘的出来 它真的有一种非常漂亮的 就好像腾云驾雾的感觉 所以后来导演说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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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出场找到了 所以我的人物的整个的 这个贯穿线 人物的一条线就找到了 所以后来的排练 就非常的顺利 当然导演 他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他就说你所有的一举一动 都要有生活的根据 都要有目的性 比如说稻仙草 稻仙草 因为白娘子喝了熊黄酒以后 把许仙给吓倒了 晕倒了 他必须去稻仙草 救自己的心爱的人 所以稻仙草就是要打一套剑 但是这个剑一般的 我们都是就打一套靶子 就一套对剑 你刺我我刺你 要上下什么这样的 或者这么跑 都是这样 但是导演他要求的 他说不行 白娘子你要有一个目的 你的目的 你千方百计的强调一个道 我要道到仙草 我道了仙草 才能救我心爱的人 这样你就有目的了 你所有的和他的武打 就都有目的性 是吧 那个豪露童 他也有一个目的 我就千方百计的护 我要护着我的仙草 我不能让你道走 所以这样两个人 都有目的性了 所以这一套对剑 他就有目的性了 他就有根据了 所以我刺你 我就是要去到那个草 所以我觉得 紫桂老师 他的导演 高明就高明在这一点 他不是单独的卖弄技巧 而且他所有的造型 所有的动作 都是有生活依据 而且都有目的性的 所以我觉得排白蛇传 我刚才说了 我在排白蛇传的现场 我所学到的东西 真是我在课堂上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学不到的 因为那个只是 我学一出戏 我学一个折子戏 它不会这么来分解 这么来提升 让你来用这种精具的艺术手段 来塑造人物 来刻画人物 所以排白蛇传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 在艺术上的一个 大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现场的故事 我现在也是难忘的 比如说白蛇传的段桥 大家都知道 半桥呢 由于青蛇和白娘子 这种姐妹的深情 这个许仙背叛 使得白娘子在金山 生怀了身孕 都快临产了 还跟发海搏斗 差点没把性命送掉 所以青蛇对许仙非常爱 由于她爱姐姐 所以她对许仙就更恨 所以见到许仙以后 就决定要把她杀掉 在这个当中呢 那个紫桂老师啊 导演就设计了很多的 高难度的技巧 比如说许仙有掉毛 有抢背 而且抢背是窜抢背 还有把腿都抬起来 双腿抬起来的那种桂村 还有单腿的桂村 这个青蛇 还有穿石头 我们还有当时变脸 变成一个花脸 技巧很多 但是白娘子呢 就是在中间挡来挡去 就妹妹你不要杀 亲妹不要 只是蓝和党 就觉得我的老人士 王耀青先生 就觉得有问题 说停下来停下来 那天正好田汉先生 去排练厅 我们很幸运 那时候这些大家 这些老人家 经常到排练厅来 看我们的排练 有什么问题都现场解决 包括文化部的部长 也经常到中国戏校的排练厅来 比如说我们要做布景 做服装 当时就说 需要钱 现场就批 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感觉 特别幸运 我们可以随时见到部长 随时能够看到剧作者 都是非常幸运 所以那天正好田老也来了 所以我的老恩师 王耀青先生就说 停下来停下来 老田老田 我觉得断桥这个地方缺东西 哦 田老说 哦 说你看白娘子就是在那挡来挡去 不够 白娘子应该 此处对许仙的 爱呀 气呀 恨呐 怨呐 就说很复杂的这种情绪 这点缺一段唱 应该缺一段非常丰富的唱段 把白娘子这些复杂的心情 要表现出来 要数了数了这个许仙 我不知道大家用北方人说数了数了就是责怪他 责怪责怪 就是责骂他 就是要有这么一段唱 哦 田老说 哦 我明白 我明白了 后来老人师又说 哎 老田 你这段唱 你可以放开了血 你不要太拘谨 也不用七言的 九言的 或者是怎么 很正规的 不拘这个格律 不拘格局 你可以放开了血 哦 田老说 哦 我明白 田老就在排练厅啊 我们那个屋子里头转了两圈 完了就拍拍头 就拿从那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拿笔 很快的就在我们排练厂的那个红的那个桌子 就是排戏用的桌子 刷刷刷刷很快就写出来了 写完了以后就交给王老师 王老 说王老您看看 当时我老老师拿过这个唱词 就哼哼 你人死 这样我杀 端杨家贼 全熊黄 一直哼哼哼哼哼到最后 你也活见面 来 见其法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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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ROBERT 就一直这一个 esas 就一直哼哼哼哼响 你对得起我吗 老文师就这么一指 当时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老师包括乐队的鼓师琴师都在现场 大概有十几秒就静下来了 完了以后一个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说 哎呀王老啊 您这段唱设计的太好了 就把白娘子这种复杂的心情 表现得淋淋尽致 太准确了 后来天老爷说 哎呀王老您这个唱情太好了 太高了 这简直是经典唱段的 后来我的老恩师就乐了 天老没有您这个好词 哪出来我这好签啊 主要是您的好词 所以我才出来这个好签 所以二老的这种佳作 我真的觉得是田老的最好的词 是王耀卿老恩师的最好的唱签 紫桂老师最好的导演 这三位大师一块来塑造这个白色传 使得白色传后来真的成为了精品 所以我觉得田老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他还是个伟大的剧作家 比如说我这段你忍心啊 中间有一句 因为王老说你不要有格局 你可以放开了血 所以中间有一句是你忍心见我命丧 这是上句 起个字 下句他用了好像是三十几个字 下句是你忍心见我命丧 七个字 可怜我欲神将刀对枪 只杀得云愁雾散 拨翻浪滚 战鼓连天响 你袖手旁观在上岗 这下句是三十几个字 说这样是让唱枪来设计 真的是很难的 但是他设计的那么巧妙 就表达情感那么准确 他这个三十几个字的唱枪 是这么唱的 可怜我女神将 刀对枪只杀的云 丑五三波放蓝棍战 故连天响 你修手旁 昂古万在山岗 是这样 就是你修手旁 就这点突然的让那节奏慢下来 就是指责这个许仙 你对不起我呀 我这么爱你 所以我觉得 这三老这个白蛇传 后来为什么成为精品 后来我们就是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 参加了会演 那是62年 在会演当中 好多的专家都去看了 看了以后 就对这个戏夸奖 特别就说 这个戏 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水平 而且一种艺术 特殊的那么一种艺术风格 一颗菜的风格 我想这一颗菜的风格 也正是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艺术风格 所以后来评委会 我记得 在评委会评之前 傅全乡 这大师 乐剧大师 看了我的白蛇传 中间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 这个发海用神匠来追杀白娘子 完了水族就从两边过来用水旗抬起来救白娘子 就用这种水族的群体的造型和神匠的追杀 就这种战斗 它有了内容了 就是你要杀白娘子 水族作为一种群体来救 那个傅全乡 大师 掉泪了 掉泪了 非常感动 说这种形式 它不是用一些鱼鳖虾蟹 是用非常漂亮的女水族 都扮成小金鱼 它就人性化了 而且把这个舞蹈也有了内容了 它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我们都帮助白娘子 所以在那个慧眼当中 白石传受得了好评 就给我们评了 我的老恩师评得了最高荣誉奖 紫桂老师评了最高导演奖 唯一一个导演奖是紫桂老师 我们的剧也评了奖 给我评成一等奖 一等奖 许仙是我的师哥 因为当时我老伴变生 朱炳谦 还有青蛇 都是二等奖 那时候真的 我觉得校领导对我们的爱护 不一般的 当时听说我得一等奖 我的恩师和史若虚教务长就商量 赶快到评委会去 要给刘秀荣降到二等奖 他才17岁 就和四大名单 四大虚声 全国的那些名家都平一样了 他还怎么进步啊 为了他将来要好好地虚心进步 给他的奖要往下降 不像现在老师要给学生争 我的学生必须要金奖 必须要一等奖 那时候没有 就要求给我降 当时就给我降到二等奖 但是这个二等奖都是哪些呀 哪些位大家 是张军秋先生 赵荣深先生 李万春先生 张士林先生 李宗益先生 等等 就这些大家 这些大师级 这些大家可是他们可是有分量的 这个可是不低呀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能和这几位大家 一块获奖 我就感觉我特别幸福了 特别高兴 所以这次发奖 还是周总理 亲自参加了我们颁奖会 合影的时候 因为我年龄最小 总理就在那说 那个小白蛇 小白蛇在哪里 就那么说 我呢正好就在旁边那站着 后来小白蛇就叫 把大家说 叫你叫你快过去 我就过来了 小白蛇过来过来 后来我就总理在这 我就蹲到总理的这个旁边 正好挤进去挤进一个缝 就找了一个合影 合影 所以当时总理 就是对我们中国戏器学校 真是那种偏疼偏爱 他就认为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京剧的演员 将来都是支撑着京剧舞台的京剧艺术家 所以特别的对我们关心 所以我特别感动 所以我觉得白蛇传真的给我一生带来了好运 而且也是白蛇传 我通过排演白蛇传 树立了我的艺术观 树立了我的艺术追求 我的艺术审美 我的一颗菜的精神 这些个都是我后来所追求的 都是通过白蛇传 我认为白蛇传 是我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起点 我也是幸运儿 因为我的起点太高 我的老师是四大名单的老师 你想想我的起点太高了吧 我要不努力 我真的对不起老师 所以得奖以后 老师就带着我 鬼妞 咱俩俩照张相去 那张的 今天那个奖章带着呢吗 我说我带着呢 说我也带上 咱俩俩去照一张相 就在那个 那个猪寺口 大马神庙的那个胡同口 找了一个小的人民照相馆 照了一张照片 留作纪念 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这张 这张和老师的合影 这个就是当时我17岁 老师那时候是60多岁了 60多岁 有这么一张照片 后来我 田汉先生始终都关心我 特别是 从那个艺术上 让我开拓眼界 比如那时候 乌兰诺瓦 那都是芭蕾舞 苏联的舞蹈大师了 到北京来演出 或者是参观中戏 都要让我演出 有时候他们的芭蕾舞 天鹅湖 什么巴黎圣母院吧 我记得 反正这样的节目 田汉先生都要派他的小车 到学校来接我们 专门来接你们 接 接我 张春孝 谢瑞卿 接我们去看戏 还有当时有那个 奥布拉兹卓夫 就是那个木偶专家 他也要让我们看 就是只要有外国的 一些个这种艺术 到中国来访问演出 他就派车来接我们 让我们去看 就是为了提高 我们的艺术素养 不仅拿车接 看完戏以后 还拉到田汉老的家里 还给我们准备夜宵 吃完了夜宵以后 把我们送回家 所以就这么疼爱我们 就是不仅你们要唱戏 你们要提高你们的文化素养 要开阔你们的眼界 多接触其他艺术类别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田汉先生 对我们真是下了苦心的 培育我们 所以在我57年结婚的时候 田汉先生还送了我一个题词 题词 这是当时的题词 那真是对我们偏爱 因为我们是中国戏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后来您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 叫木桂英大战红舟 是一部电影作品 对对对 这部电影呢 也是说来话长 也是一个故事 我记得是61年 崔伟导演 陈怀凯导演 就是凯歌的父亲 他们二位大家排了杨门女将 就是我师妹 杨秋玲 杨秋玲老师 但是他排的这个杨门女将是穆桂英的晚年 五十岁了 二位导演呢 他们的心愿还想排一个杨家将 穆桂英年轻时期的一个穆桂英 这个舞台人物形象 舞台形象 但是选择了剧本 选择了好多 比如说木科寨 木天王啊 天门镇啊 也都选了 就感觉剧本不够理想 比较松散 我记得正好是61年的 好像是六月份吧 反正是 不是冬天 我们中国戏剧学校实验 京剧团 在天桥剧场 有机场演出 那天演出的是破红舟 因为我们京剧传统戏有破红舟 二位导演就去看了 看了以后 感觉这个戏的基础不错 正好是穆桂英的25岁的时期 觉得是个年轻时期的穆桂英 感觉的剧本基础也可以 通过加工 会好的 所以就决定排破红舟 但是说主演 待定 就没定 正好第二天是星期日 我演 那个是我们校长 孝昌华校长 教的大英节列 就是全部的铁公园 就是这个戏 二位导演又来看戏了 散戏以后 就传来了二位导演的决定 说穆桂英的扮演者 我们决定了 由刘秀荣扮演穆桂英 对的敲定您了 来扮演这位 扮演穆桂英 当然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很难演 他完全用轻衣花旦刀码都不够 因为他又有大量的唱腔 又有很多的表演 而且要有年轻化的表演 后头和白天走的战斗 还要基本功特别的扎实 甚至可以超过舞弹的那种强度 所以这个角色挺难演的 但是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所以他要求说穆桂英要有多侧面的性格 他说你在老太君面前 祖母面前应该是孙习 在那个杨柳郎面前你应该是儿习 在那个扣准扣天官面前 或者是八仙王面前应该是身习 直习是这样的 在杨宗宝面前你是妻子 在大君帐面前你是元帅 另外这个戏就取消了过去老戏 那个夫大妻小 就是妻子大了 丈夫不高兴 就是七大夫小 就把这个去掉 说穆桂英和杨宗宝的这种矛盾 应该就是一个战略上的一种不同 比如说大君到了洪州 杨宗宝就迫切的希望赶快出战 和白天走会战 穆桂英呢就觉得 大君到这一路牢罚 不意马上就战斗 应该让休息一下再战 所以由于这个呢 杨宗宝就不服了 说你是不是害怕了 你不出战 我自己没有你的命令 他私自出战了 私自出战 那么穆桂英就是 在大君帐面前 作为一个元帅 你是我的丈夫 你犯错误 我也要惩罚你 就是整顿军纪 不逊私情 所以这个主题思想 也正是那个杨家将的 爱国主义的一种思想 很正的一个 这个戏是正能量的 所以这个戏我认为非常好 当时那个这个剧名 原来就叫破红舟 破红舟 后来崔伟导演说 不准确 因为红舟还在咱们属下 只是白天走给围困了 就不存在破的问题 所以就应该叫战红舟 所以第一次就改成战红舟 战红舟以后 崔伟导演又觉得不够气魄 说能不能叫穆桂英战红舟 后来就叫穆桂英战红舟 最后这个片子已经定稿了 该出品了 这个崔伟导演还觉得不够 说再加一个字 穆桂英大战红舟 所以这个戏的剧名就叫大战红舟 但是咱们中国戏校的史若虚校长 就对中国戏校的一种感情吧 当时排完这个电影就是五二年底了 不是六二年底了 文化部就把我们这个戏曲学校 实验剧团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 到那儿去了 但是最后我们排完电影就掉走 当时史若虚校长说 我没有别的要求 搞片酬我都可以不要 但是我必须要几个字 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 演出的片头 他说我就要中国戏曲学校这六个字 就从这看到我们史若虚校长 对中国戏曲学校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所以最后这个穆国英大战红州的电影的片名 就是中国戏曲学校实验经济团 好的 排演这个电影呢 我认为对我的表演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升华 起码我就把我在电影镜头面前的表演 和在舞台上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这种分寸表演的节奏 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这些方面 当然这些年 我是不到六十岁我就告别舞台 自己在舞台上很费力很吃力了 我总想给大家留一个我最好的那种精神状态 让观众有这样的印象 所以我不到六十岁就告别舞台演出 而且中央的一些领导也都去了 参加了这个 后来我就还是教学 这也是学校的校长 就说你是老恩师王妖青先生最好的 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而且他的戏也是我们中国戏校的艺术风格 是我们当行的最基础的艺术风格 所以应该把这个老仙人的东西保留下来 所以我有时候还教一些系 特别还带徒弟 还做传承 我倒不是为了徒名徒利 我学生来上课 我从来不收他们学费的 我那个主要是这个京剧 我的一生好像我就是为了京剧活着 我跑去京剧我什么也不会做 我也不爱做 就是京剧的魅力使我就是感觉丢不掉放不下 所以一教起学生来 学生在舞台上一展现 展现得好 我自己就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我通过教学 我也是对母校 对党 对我的培养 对我的栽培 一种回报 同时我也能够参与 也能够见证 咱们的京剧现在能够弘扬 能够发展 能够有这种局面 我作为一个京剧的老演员 我真的感觉很高兴 我感觉很光荣 特别是近些年来 我自己也在回忆我的艺术人生 我觉得我的一生 真的就是一个 是一个京剧情 一个京剧梦 是这个京剧艺术 给了我一个贯穿我一生的一个 京剧梦 在这个梦境中 真的我获得了恩情 这种恩情我觉得 是党对我的培养 还有我的恩师 还有细校的诸位老师 对我的栽培 获得了恩情 同时我也获得了婚姻 我和我的老伴张春孝 从11岁在一起 一直到他今年2月份 他去世了 我们一天24小时 都在研究艺术 舞台上的亲密的合作 可以说是密切的铁杆的合作者 真的我非常感谢我的老伴 一辈子他都帮着我 辅助我 另外由于这个京剧 我也获得了友谊 我的很多的合作者 我很多的同学 师兄弟 还有我的校友 他们都帮着我 理解我 而且拖着我 在跟我合作的当中 特别的关心我 而且给我勇气 帮助我 使我能够一直在勇气的 战斗在文艺的最前线 就几十年 一直到我脱离舞台 还有我就感觉 我能够获得了观众的掌声 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 我现在是有代表性的传承人 非物质遗产 有代表性的传承人 国家也给了我特殊的津贴 所以这些个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激 我真希望贯穿我一生的这个梦 我希望能够延续传递下去 特别是这个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这个春风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机 我觉得也给我 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这种辉煌 所以千言万语吧 我就觉得一句话 感谢党 感谢党对我的培养 没有党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祝愿我们的伟大的党 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 祝愿我的师姐妹们身体健康 和家快乐 谢谢你 非常感谢刘秀荣老师 今天来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 艺术心得 那也祝愿刘秀荣老师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快乐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